大家好,我是马丁 在这一期节目里 我将继续利用电解法 将最近收集到的K金饰品 还原为纯金 首先我用纯金敲打出了一个金箔片 作为阴极 还原出来的纯金 就会附着在这片箔片上 而阳极我用了一根金手镯 让它与我们准备电解的K金接触 阳极的金手镯也会随之被腐蚀 电解液则沿用上次剩下来的 现在我将电解槽移到户外 加入电解液准备开始作业 接上电极并启动电源后 你会看到阴极开始冒出大量气泡 为了减少气泡生成 并确保黄金能有效沉积 我将电压尽量控制在三伏特以下 当电解槽持续运作几个小时之后 我的电解液从原本的黄色变成了深绿色 这代表电解液中混入了铜 它会让电解液逐渐失去效用 甚至有可能导致铜被电镀到阴极上 影响纯金的品质 因此我们必须立即介入 将含有铜的K金饰品取出 我几乎可以确定是这条12K金的项链含铜 因为它与其他的K金饰品不同 颜色更接近银色 可以看到这条K金项链已经被溶解 断成好几节了 将大的固体取出后 我将剩余的电解液进行过滤 分离出金粉与未溶解的K金碎块 我将剩余的电解液进行过滤 分离出金粉与未溶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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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就像的一样 分离出金粉与未溶解的 分离出金粉与未溶解的 接下来我会用硫酸芽铁将沸水中的黄金沉淀下来 并利用这些金粉来重新制作新的电解液 我把金粉和氯纸放入新的烧杯 加入盐酸与硝酸混合成网水 并用电炉加热至约100度 高温会使硝酸蒸发 我们的目标是取得四氯金酸 也就是硝酸已经耗尽的网水 如果硝酸没有完全去除 那电解石沉积在阴极上的纯金 又会再次被溶解回电解液中 影响电解的效率 影响电解石沉积 过滤后的电解液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將它倒回容器重新放入K金繼續進行電解 我將它倒回容器重新放入K金 當所有的金釋都完全溶解後 就到了集中清洗的階段 我將電解後的純金收集起來 將含有雜質的電解液另外過濾存放 待之後再做處理 接著我再裝滿純金的容器中加入吸鹽酸 將它放在電爐上加熱約半個小時 吸鹽酸的作用是清除殘餘的減金屬 將吸鹽酸倒掉後就準備進行最後的熔煉了 我將所有的純金轉移到乾鍋裡 然後啟動噴燈 再次用 antig 같은데 再裝模式 接著我閩巴 含有其他純案 應該是啟動發 將很多江頭馳碎 先來拍攏 然後連結其後 再到處理 發動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就是我最终的成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